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我游戏和格斗 我在大家的眼中就像一个怪胎 没有朋友 我只有母亲 可突然有一天 我母亲也消失了 她只留下了一个木盒 在我一筹莫展之际 发现一具姿势奇怪的尸体 紧接着便有杀手想要刺杀我 可是我从未与外人接触过 为什么会有人想要杀我呢 后来还出现了一个救我的人 你又是谁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